大家好 我們是Disfactory 然後我們是一個已經兩年多的專案 然後我們主題是農地違章工廠 那為什麼是違章工廠呢 大家最近應該 烏克蘭新聞可能已經追到不太想追了 但是糧食危機在各個時候其實都是蠻重要的事情 那在台灣 違章工廠其實是一個一直在侵蝕台灣農地的一種使用 那它除了侵蝕農地本身之外 它其實也會有污染的問題 也會有火災的問題 那全台灣現在大約有四萬到六萬間的工廠 它在不符合它使用的這些地木上面運作 那持續的還有在新增 它不是一個既有的問題而已 它是持續的每年都還會一直在增長 好 然後政府說要拆 在2019年的時候修法這樣說 新的法說不新設 所以 可是法這樣寫真的就會這樣做嗎 我們其實需要更多的監督它才會落實 這是違章工廠大致的樣子 那我們怎麼做去讓政府落實呢 剛剛所以Deeper是地球公民的偵測的研究員 然後當初是2019年地球公民基金會來進行VE提案 然後就做了一個回報系統 想要一個網站讓整個回報可以變更多 那之前公務員就有分享 他們20年來其實處理過一件這樣子的民民法律要做 但是今年就處理了上百件 所以感謝大家就是我們這兩年來收到1809件民眾的回報 送出537件結局公文 目前到5月底為止已經有61間工廠已經有處理 停工停水 斷電斷水斷電拆除 然後做完這個之後我們就想說 欸可是那個只有大家去現場實地拍照片啊 那如果大家鍵盤要怎麼參與 所以ReCAPTCHA這個ID進來之後 我們做一個小遊戲叫做大家來找場 就是讓大家做這個before after的比對 然後也是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上線一個月就收到了4萬筆多的筆的回答 然後3400個地點辨識完成 然後總共有超過5800位的玩家參與 那連老師小學老師都把他帶到小學課程 然後小學生都很愛玩 所以歡迎大家多多利用 那我們恩寧兄弟們來做了這樣三個網站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要把整體的倡議成果加入到我們的介紹頁面以來 以及剛剛那些資料我們需要有分析跟視覺化 以及XFinder已經快要三歲了 下一步我們可以怎麼樣利用這樣的資料 跟更多科技的東西去幫助大家 我拜託我們真的超級需要 前端工人師Vue.js 後端工人師Python,Jungle,Flux 還有PM 跟其他任何想要起腦洞大開的人 我們是這個有使用者見證 就是SPADIP成效超級好 出去炫耀超開心 然後有長期的動力跟有crew的感覺 我們火魂酒人超多有成果 以及科技工具總算有跟倡議緊密的結合 所以如果你想要真的做出改變 真的讓科技跟一條關係要歡迎過來 然後我們每週三有小聚 感謝三年來八十幾位參與者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那最後感謝